大家好,我是收心,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大家都知道我是在中国内地读大学 我平时除了要读我主修的科目、日文和相关的课程之外 还有一个必修科 而这一科是所有内地大学生都必读的 就好像所有香港的中学生读通识科一样 这一科叫形势与政策 顾名思义,这一科是教我们认识国情、国际形势 和国家的发展理念和未来走势 今年的最终考试给我们的题目就是 如何正确认识共同富裕 我们每一个学生都需要写一篇1500字的论文 由于共同富裕是国家未来的大方向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它也将会影响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将来 所以我今天就想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对这个题目的认识和一些看法 我认为无论你是想去内地读书、发展、做生意都好 如果你想成功,就必须清楚认识这个题目 我发觉我大部分香港的朋友 对共同富裕都有错误的理解 或者完全不知道什么是共同富裕 当我和朋友谈这个题目的时候 曾经就有朋友问我 共同富裕是否就等于 国家想要将14亿人的财富全部没收 之后再将这些钱平均分配给所有人呢 我朋友说他知道大约应该是这样 所以之前有很多大货的网红被追税 所以阿里巴巴这些网络大企业又被国家罚款 其实这些想法都是完全错误的 或者你会说 中国今时今日不是已经发展得很好吗 内地人还挺有钱 为什么国家还要搞这么多东西 搞了这些题目出来 西方国家都完全没有人说这些东西 大家在电视上、YouTube上 或者在抖音上看到的中国 很多时确实是很好、很先进 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铁路系统 四通八达的桥和公路 有很多很漂亮的豪宅、高级商场、摩天台下等等 大家看到的内地人生活得很富裕 穿名牌衣、炸靓斜、出入高级餐厅等等 我想跟大家说 平时拍片然后放上网络上的人 他们都是属于内地收入比较好的那一类人 他们最多都只能反映中国内地的中产 或者富裕阶层的生活情况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在2019年的一个调查 中国大约有9.6亿人 月入是在2000人民币以下 大家要知道 2019年的时候 世界还没有新冠疫情出现 所以社会的经济活动 还是比较现在好的 现在中国大约有9亿多人属于低下阶层 4亿人属于中产阶级 另外有大约3% 4千多万是属于有钱人 看看这幅图 你会见到佔大多数的 是在三个人的最底层 他们大约是占人口的68% 请大家先记住这幅三个人图 其实共同富裕 并不是在这几年提出来的新理念 也不像有些人所说的 现在国家 看到中国内地有很多有钱人 所以就想尽一些新办法 来拿走他们的钱 在上世纪50年代 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先生 已经提倡过共同富裕这个概念 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先生 在1985年10月23日 会见美国企业家代表团的时候 正式用到共同富裕这几个字 他说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 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人 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之后在1990年的时候 邓小平先生再次提到这个理念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剝削 消除两极化 最终达至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 也不是要所有人同时富起来 而是要先将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先富的帮助未富的 目标就是实现所有人都可以 可以过上好日子 我发现香港有些人误解共同富裕 这个概念就是有些人不用做事 坐在这里等分配有钱人的财富 这个想法是完全错误 因为共同富裕并不是杀父制贫 这个理念基础是 全体人民都是一样 要通过辛勤劳动和互相帮助 最终大家都可以达到 风衣足食的生活水平 然后我就想和大家很简单地回顾一下 过去百多年的中国历史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清朝在1912年灭亡 之后政权就由北洋政府接管了 然后在1928年北洋政府的政权 又被国民党政府接手了 国民党统治中国大约22年 时间是由1927年至1949年 国民党统治大陆的时候不但毫无作为 而且政府官员贪腐成风 卖官卖着 军队又走私贿禄 贩卖军火 在执政期间 国民党出现大量贪官 一直大舍侵占国家和人民的财产 到了抗日战争胜利后 民间就曾经用五指灯科 来讽刺国民党接收大约 在到达收复地区后 会先抢金子、抢票子、抢房子、抢车子和抢女子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 不单管理到我们国家一塌糊躁 而且他们是完全不顾及中国老百姓的生死 当国民党政府知道他们大势已去 拜局已定的时候 他们就将国家的财产大量转移到台湾 当中包括有大量民物国保 民间收获回来的财产 和国父最后剩下的黄金 全部通通被带走 国民党真的很狠心 他们离开的时候 只留下退换拜亚给中国老百姓 所以当新中国成立 中国共产党上台的时候 中国只有一个空壳 我们是什么都没有 当时的中国就和现在的阿富汗是没有什么分别 有的分别可能就是我们人口更加多 要令到所有人都能生存下去的难度就是更加高 而那时的中国是没有有钱人 也没有中产阶层 只有穷人 基本上是只有这个阶层的人 新中国政府接手了国民党政府的烂摊子之后 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人口极多 但就没有钱 没有工业 以及被严重破坏后 又被西方制裁的国家 在之后的一段长时间里面 中国确实是不存在贫富差距 因为大家都一样这么穷 吃着大锅饭 大家过着差不多一样的生活 邓小平先生就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 先让部分人负义 国家就将资源和机会 优先交给那些懂得利用他们的人 在这个过程里面 国家将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 进行第一次分配 或者你会问 为什么只能让一些人先负义 就像我刚才所说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我们国家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都很穷困 有的资源都很有限 所以我们只能够集中利用他们 给一部分人或一部分地区先负义 当我翻查资料 我发觉网络上 有不少的文章作者都概探 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 有一段时间 要在中国赚钱真的很容易 只要你能够相信 国家让一部分人先负义 这个政策 够胆出来创业 即使你去摆地摊 都能够赚到钱 因为这个原因 过去几十年 中国就有一部分人 赚到很多钱 先负义 其中有一些甚至乎 变成超级富豪 共同富豫的第一阶段 我们真的成功做到了 在国家的计划和推动下 中国有一部分人 有一部分地区 真的可以先负义 在中国政府的不断摸索 和不限努力之下 我们走出了一条山路 中国终于可以由一个一窮二白的国家 重新起起来 接着来到2021年 习近平主席再次提醒我们 国家一直以来奋斗的目标 我们要很扎实地推动共同富裕 我们要在第二个一百年里 帮助大部分中国人富起来 过上一些好的生活 在完成第一次分配 在国家的计划和帮助下 令到部分人富起来之后 国家就要进行第二和第三次分配 第二和第三次的资源和财富分配 来到这里 我就想很简单地和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是三次分配 第一次分配是市场按照效率的分配 生产经营的成果按照各人的贡献 来到分配各人的收入 这里说的贡献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技术等 生产因素 简单解释 就是一个普通人按照自己的劳动能力 而获得的收入 又或者如果你有某种市场需要的技术 而其他人是没有的 那你就可以得到一份其他人没有的收入 所以企业经营生意的收入 工人的工资、租金等都属于第一次分配 而第一阶段分配主要是讲求效率 第二次分配是通过政府调节而进行的分配 政府以公平原则通过税收、扶贫、社会 保障等方式去改变社会上的财富分配 在这个阶段主要是讲求公平 也是第一次分配后的修正 第三次分配是个人或个体公司出于自愿 在习惯和道德的影响下 将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赠出去 去帮助其他 第三次分配是第二次分配后的补充 为了要达到第二次分配的效果 最近国家就推出了一些新政策 当中包括一些针对教育和大型网络企业的新法则 为了公平政府打击学区房 否则教育之外会被有钱人霸佔 为了公平政府打击补习班 否则贫穷家庭的小朋友 就不能在一个相对公平的环境下 和富有家庭的小朋友竞争 否则没钱想补习班的学生就会被淘汰 否则贫穷家庭的小朋友 在学校开始就无法向上流 为了公平国家推行反垄断法 不让大企业利用他们的巨大资源 利用他们在社会上赚回来的大量财富 不择手段地将生意无限度扩大 否则小企业将永远无法生存 来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 共同富裕并不是要杀父子贫 共同富裕是中国政府 由最初用来帮助国家起死回山 到今时今日用来帮助国家逐步富强 将人民的生活由极度贫困 推向小康的方法 国家的目标是要做到社会上的中产阶层 占大多数高层和低层占小数 我们要将三角形形状的社会阶层分布图 变成篮球形 意思即是我们要中产阶层的人口 占社会的大多数 要帮助推动国家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大家要知道西方国家是不会支持我们国家 在共同富裕这条道路上走 更加会用尽一切的办法 来诋毁共同富裕这件事 原因就是西方国家的政府 很多时都是由资本家组成 或者是他们参选的时候的资金 都是来自于资本家或者大财主 推行共同富裕就等于 这些资本家不能再为所欲为 用他们无限的资金 对中下阶层的老百姓赶尽杀绝 中国政府提倡和推动共同富裕 因为他们不怕得罪大资本家 因为他们不是为有钱佬服务 而是为广大的人民服务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很多谢大家收看我这条片 也都很希望大家喜欢这一集的内容 那我们下一条片再见 拜拜 国之称呼者在乎风鸣 中国要实现共同富裕 但不是搞平均主义 而是要先把蛋糕做大 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 把蛋糕封好 水涨船高各得其所 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 汇集全体人民 实际上 在乎潜在乎平均主义 中间ул 即光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